这是美国之音10月19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开始展现之际 美中这两个贸易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却在不断加剧 继奥巴马总统决定对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之后 美国商务部又决定对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展开反倾销调查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近日决定 对中国进口的部分化工产品和运衣板等产品启动反倾销复审 美国最近为什么制定了许多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是否属于中国所说的贸易保护主义呢 那么奥巴马总统对华贸易政策与他的前任不实总统相比 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们就有机会邀请到美国国会研究局 国际贸易和金融分析员怀恩莫里斯先生 Mr.Wayne Morrison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围绕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展开讨论 因为我们是现场讨论 所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向莫里森先生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 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呢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hinese.com 此外通过亚洲三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朋友们请注意 请您把输入接收器的符号率调整为每秒26.5兆幅 或是26500赫兹 其他数据不变 再说一遍 新的符号率是每秒26.5兆幅 好 谢谢您的关注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节目的现场讨论 莫里森先生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感谢您的邀请 好的 刚才呢 我们列举了美国政府近期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的一系列反倾销调查 反倾销措施 据说呢 还有更多的这个美国产业团体和工会组织呢 正准备对其他中国进口产品呢 也展开这种反倾销调查提出这种要求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呢 中国进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 就面临越来越高的这个难度 媒体形容呢 美中贸易关系现在好像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那么莫里森先生 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现在因为全球经济危机 以及美国经济的不景气 而且我们的失业率有剧增 所有这一切都给美国带来了压力 我们要保护国内不受进口的冲击 而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呢 是最大的 所以当然很自然的中国就变成了这些措施的针对国 好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进口产品会对美国产业团体和工会组织 产生这么大的压力呢 所以以至于让他们要提出各种反倾销调查的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中国对于很多的制造业的产品来讲呢 是最大的一个供应商消费品啊 很多的工业产品呢 来自中国的进口的比率呢 增长的在过去几年里面增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看 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地区 像中西部 他们的工人失业的这个数量很大 所以呢 这样的就这种现象就带来了贸易的一些摩擦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么高的失业率 所以就造成这样的情况 另外呢 和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讲呢 他们当然需要回应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现象 要表现出政府正在做一些什么 来帮助这些失业的工人 好的 那么美国的产业团体和工会组织 他们的具体诉求都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觉得 这些组织呢 想要寻找答案 想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成员 也就是工人 他们希望让政府 不但呢 能够 从这个进口的角度提供一些救济的措施 另外呢 还希望有一些 经济上的援助 比如说失业 救济金呢 还有在就业的培训呢 等等 那么他们的诉求 还是有好几件不同的 这个内容的 那么 那么所以呢 他们希望呢 政府能够提供某种形式的援助 但不光是在贸易上面的援助 还有其他领域的援助 好的 那么据说美国这些产业团体和工会组织 他们的要求呢 也得到了许多 美国国会章当中的这个议员的支持 那么您来自美国国会 请您谈一谈 美国国会在美中贸易这个问题上 美国国会议员们 都持有哪些主要看法呢 如果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一个议员到了他自己的选区 如果去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里面呢 很多的工人都失业了的话 那有的人也许家里的这个按揭付不起了 或者是东西都买不起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是很容易引起情绪化的反应的 这个议员如果看到的话 往往你会看到 很多的这些问题呢 都会被怪罪到这个贸易的这个身上 这个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中国的贸易 而且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是因为有全球的这个经济危机 所以这个各个国家 国内国际的需求都萎缩了 但是他的确是对贸易会带来一个压力 当然对贸易最大的一个压力呢 一直是就是说个人或者公司 如果是受益于出口的话呢 那么他在这方面的政治 他就会这个不发生 可是如果是个公司 他是受了这个贸易损害的话 那他们就会大声的批评了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呢 对于美国的这些 刚才您提到美国国内各界 对于这个美中贸易问题当中的一些反应 有些呢您讲到很情绪化 也很那个就是说很急迫 但是中国的反应呢 却是另外一种 中国认为美国近期内 美国政府近期内对中国进口产品 做出的种种限制这个措施呢 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国认为呢 这是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 为保护本国的利益呢 向美国的制造业团体 以及美国的工会组织 做出的让步 那么这完全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您怎样评价中国方面的反应 我觉得首先呢我要讲的是 中国的领导人所担忧的事情是跟我们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失业率有多高 但是政府的确呢在不久之前也推出了一个数据 他说大概有2000万民工呢是失业了 这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关切 那么最近呢世贸组织还推出了一个报告 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用反倾销的这个措施 所以很明显中国的官员也担忧这方面的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所以它不光是美国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中国政府中国商业部呢 已经表示不会对美国挑剔的这个贸易摩擦呢 让步 北京已经宣布了对对美国进口中国的部